三国时 英雄辈出 豪杰遍地 其中后世粉丝最多的 莫过于曹操了 甚至一些帝王将相 也是曹老板的忠实粉丝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 还专门为曹操写了个 继位武帝文 高度评价了他的功勋 也许是 这俩大佬 夺取政权的方式 都比较不正当 难免惺惺相惜 然而李世民粉归粉 却并非无脑追星 肯定了曹操的同时 也只说他的不足 自治通鉴 唐济十三里 就记载 唐太宗曾评价他 一将之之有余 万胜之才不足 这就厉害了 一般印象里 曹操全打袁绍 脚踢匈奴 挡平整个北方 已然十分牛掰 李世民肯定不会凭空嘴炮 那这个显得 有些苛刻的评价 又怎么解释呢 什么鬼 我们以君政来做个对比 说起唐初和明初 最厉害的军师统帅 会想到谁 前有李静李继 后有徐达常玉春 那魏国呢 夏侯多恩 难道张良 跟前面四个猛人 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魏国最厉害的军师统帅 是曹老板本人 他一直没搞清楚 自己的定位 忘了自己是个领袖 而不是个将军 作为领袖 最重要的 不是自身有多么高超的能力 而是让手下那些 有着高超能力的人 可以发挥到极致 当然 这并非是说曹操不会用人 当时 他手下汇集 天下能人 用人能力无可置疑 但正因如此 他该对比的 不止当时 而是整个历史 纵观曹老板的一生 那真是战斗的一生 无论关渡北伐赤壁 还是同关汉中 大型战役 清一色 御驾亲征 手下全是他的体现末 魏国真不是没有人才 关键是人才没有成长的土壤 直到曹操死后 北方英雄们 才走出他的阴影 展现自身才能 无论是司马仪 邓爱 还是杨户 杜玉 哪个不是独当一面 退一万步说 手下的人吃了败仗 大不了滚蛋 曹操败了 谁敢让他滚蛋 手下也只好说 曹丞相用兵如神都败了 我们能怎么办 洗洗睡吧 李世民有李静李继 主缘张有徐达常依春 他却只有他自己 以这点来看 他的万圣之才 确实有点对不起观众 另外从内政来说 曹操在世时 没能够解决门阀士族 在他的政权中 结党掌权的问题 提出 为财事举 主张引入的少数韩式 根本无法与 尹川豪族抗衡 所以他没了之后 魏国迅速就被司马家 窜了位 李世民其实也曾面对 和曹操一样的处境 观众集团 山东大族都对皇权有威胁 如何在不动摇 国本的前提下 妥善处理各方势力 对他来说也是难题 从结果上看 李世民处理的非常好 所以面对曹操有自慢的情绪 也是不正常 无论如何 李世民评价曹操时 已是征官十九年 拼老命征高高利的路上 四年后 他也将去陪曹操 这段话 与其说是在评价曹操 不如说是老头子在炫耀 打仗咱俩都是一把好手 不过玩正着 我还是比你强点 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吧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李世平动力使栏目 李世平客户端 全新上线